欢迎收看独立特派员 我是徐家章 国道三号走山造成私人罹难 交通部允诺要给予国家赔偿 引发后续的国赔连锁效应 包括前年南投风秋明隧道崩塌 以及去年屏东双园大桥断桥等至少四件 因为天灾不可抗力因素而被驳回的国赔案 现在都因为监察院提出纠正 检察官起诉相关人员而重启国赔调查程序 为什么之前的国赔请求不被接受呢 小老百姓争取国赔 如何对抗政府机关所拥有的资讯和说法 记者卓冠奇 于翁宗的报道 当那个山洞下来的时候 我们在电视机的前面跟着家族哭啊 想当年一年前的我们的心眼是这个样子啊 我拿到这个东西我真的 我哭了 有什么证困的帮我帮忙 真的好像我的娘不是人 我今天站出来我就是不让你们 你天灾 然后来作为你们挡肩牌跟护身 再等一个月转成紫红色 葡萄就可以采收了 不久前才车祸受伤 江寺官带着护警照常巡视果园 因为这是先生董正斌留给他 灿烂的遗产 因为之前的台风 然后就没有怎么样收成 就是又被蛇咬伤 没有办法自己能力越来 好像体力越来越减 董家葡萄曾经连续两年在比赛夺冠 还受到台湾之光的青睐 但是葡萄园的男主人董正斌 却在97年新乐客台风来袭时 在风秋名隧道南口前方的电道指挥交通 因为边坡土石崩塌遭到活埋 不幸身亡 他们在我们最悲伤的时候 就在进行国陪 要我说把我老公大体放在家里头 叫我自己一个人出去 我不知道要怎么走 两年来 江寺官的日子并不好过 他跟其他罹难者家属 一同申请了两次国陪 两次都被打回票 可是不知道真相的街坊邻居 都以为他领了不少钱 人家不相信 而且乡下人讲话更难听 三字经会跑出来 三字经就会跑出来 你没有领到国陪 谁要领到国陪 怕事情越描越黑 江寺官转信佛法 寻求心灵的平静 再谈国陪 江寺官想先求政府给他一个说法 告诉他为什么 先生董振斌 志愿帮忙指挥交通的便道 不归政府管 公路总局 他们有发文过去 但是我们这边的那个 那个公路段的也就推 他也是一样推 他说没有 他没有错 我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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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旦责任 我会请交通部 跟南朝县政府 在一个礼拜内提出 责任厘清的报告 的确在一个礼拜后 由公共工程委员会 做出了天灾 给予灾害救助的结论 天灾这个理由 也成为家属在第一次 国陪申请得到的答案 公路总局甚至在这一份 拒绝赔偿说明书中提及 崩塌的农地边坡 不属于道路养故权限 通行路段是由警方指挥交通 直接否决赔偿的可能 从回事故现场 风秋名隧道已经走入历史 取而代之是又直又宽的 沙里洞高架桥 崩塌的土石还在 上方的养护工程也正在进行 一边回忆当时 一边再听到政府的借口 让当时人也在现场的村长 很不能认同 你说那个变造不是你的路 那那个台澳11线是在前面 那当时走台澳11线是更糟糕 一下子就压到了 对不对 这个结束好像 这个我就比较没有办法认同 辛苦 为什么 很辛苦 因为价钱又不是很好 我们今天第一次采收 同样也在意外中 失去亲人的王阿秀 靠着种小黄瓜跟社会救助 抚养女儿留下来的四个孩子 懂了一年